1971年 美国决定将钓鱼台猎狱的行政权 并同琉球群岛一起移交给日本 消息曝光后 立刻点燃了全球华人的爱国热情 和保护钓鱼台运动的火炬 中华民国立即致函美国 表示严正的抗议 美方在召会我国时表示 美国对于钓鱼台猎狱的主权争议 不采取任何立场 美国只是将该猎狱的行政权交于日本 并不影响中华民国 对于钓鱼台猎狱的主权主张 我国外交部特别发表声明 重申 钓鱼台猎狱是台湾附属岛屿 是中华民国领土的坚定立场 1971年6月17日 美日正式签署 冲绳归还条约 将琉球群岛连同钓鱼台猎狱的行政权交于日本 但重申 此举并不影响中华民国对于钓鱼台猎狱的主权主张 海内外保护钓鱼台运动 从此热烈展开 延续至今 2012年9月25日 58艘宜兰苏澳渔船 载着292位渔民 无畏巨浪 在我国海巡署舰艇的保护下 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舰水炮包围 成功宣示主权 我们希望政府持续来 国际发生 让我们知道这个 非常是我们中华民国的